夫子第十三位清传弟子名单到 谁能通过大唐书院二层楼的考核 便可成为夫子的清传弟子 眼下二层楼考核在即 宁缺却在这花海中观花 三师姐于连自是看出宁缺心中酒过 这来参加考核之人 无疑不是天之骄子 人中豪杰 甚有这一世动玄巅峰的燕国皇子 倘若不慎将随时命丧当场 如果你今天放弃进入二层楼 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位 不若与柳白的强者为是 宁缺心中一惊 这世间焉有谁堪比人间剑圣 知命巅峰第一人 可任凭三师姐的唐一炮弹如何诱惑 宁缺却依旧忠于等心 我还是得试试 我试一试 我很不敢试 三师姐面露些许欣慰 敢想就去实现 一声名中清脆 就听这白旭老者宣读考题 时尽绕山而转 谁能率先登上山巅 拿到悬挂树梢的半个水瓢 即可成为夫子弟是三名清传弟子 雷鼓升起 那书院学子 岳伦国 南静一众才俊皆朝山去 这燕国皇子自食压轴 退去那身上披风 享受那众人追捧 就看宁缺嘴角微微一抽 你想做那众星捧月 那你且看我如何抢你风头 这一旁的老楚倒也失去 故意将这声势造得极大 宁缺面色一红 一路小跑就朝着山口奔去 可一旦开始登山 方才之其中微妙 一道无形威压让每一步都艰难前行 台族挥避兼四要使出浑身气力 不过片刻时间 就已有数名考生因气力不支 被台下山来 而宁缺不过是刚踏上修行之道 每一步都要付出更多力气 场外众人见宁缺这般不知天高 皆是一脸嘲讽 忽然间 一阵私心之笑传来 这本就不平坦的道路竟无故出现碎石 殊不知竟是千里之外的书院四先生 在沙盘中随意摆放了一些水晶坝 众人皆是叫苦连天 唯有着龙庆皇子心中不屑 大不留心地踏实而去 见其如此 众人也不敢再骂娘 只好尽快跟上 而姗姗赶来的宁缺 哪里经历过这般痛楚 瞬间面色苍白 难以言喻的痛楚 由足底涌向脑海 可不已踏出 哪能轻易退缩 正了正心神 冷哼一声 一路贴着地面爬行而上 没想地面上又突然出现无数钢钉 疼得宁缺一个量强 这也自然是四先生做的手脚 倘若连这点痛楚都无法忍受 平慎进入这只强学府 龙庆皇子自也被这 突如其来的疼痛惊叨 不过这皇子毕竟在乎那颜面 一声不吭任凭这钢钉穿透脚掌 谁都不会想到 这四楼一般的弱者 竟能凭强大的信念 一步步攀岩而上 可这书院的十二先生 从不会对这即将进门的小师弟客气 就看这两位先生拱手一礼 抬手间一棋子落下 那山道上竟忽然滚下无数落石 滚石纷飞 那境界捎训之人 直接被那巨石砸中 也幸好这树壁湖的砍柴人伸手脚剑 左呼右闪避开这碎石 仅此一道 其他考生接连放弃 被那担架排下删去 场中只剩下这皇子与命缺 山顶云雾之间 就见龙庆皇子来到一处柴门 门上悬挂一排饼 填空体 君子不 就看这皇子抬手间写下 君子不拒 君子不惑 君子不忧 可怎笛都无法打开 此时就看千里之外的三师姐 在纸上写下四字 君子不争 转身手起自落 那木牌瞬间落下 柴门悠悠开启 带到龙庆进入后 这大门又呼的闭合 此时宁缺也来到柴门面前 他居然也走到了柴门 柴门上的字 被洞悬上次不能起 这没办法扣得起 十一十地 一切都还未可知 就看三师姐随笔写下 君子不弃 那门前的巨石上 竟显现出这四字 命缺一愣 怎会如此简单 可来到门前 却又什么都记不起来 不弃 君子不 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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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计